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化学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一直是问题, 永光化学总经理陈伟旺决定导入循环经济,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。 他成立了循环经济推动委员会,并透过内部提案机制鼓励员工创新。 为了鼓励员工创新,永光化学各单位都有提案目标, 由人资单位每月召开审查会议,提案通过就能获得奖金并初步实行, 实行成果不错的话,半年后能再提效果奖。 有了激励机制,好点子便由下而上不断产生。 陈伟旺强调,要推动新观念和机制,公司需要明确的愿景和目标, 并进行内部资源和跨部门整合。 永光化学计划在2023年举办全员体验课程, 并在2024年举办竞赛活动,以持续深化循环经济理念,改变全公司的行为。 第二则新闻 黑星企业依此自2010年流行,用来形容存在过劳和职权骚扰的公司。 随着问题浮现,职场环境有所改善,但年轻人开始忧虑缺乏成长机会, 工作量少,无法适应未来,新词汇软烂黑星企业便出现了。 软烂黑星企业指的是企业过于害怕被称为黑星企业, 导致过度包容,让员工缺乏挑战。 这些企业和苛刻的黑星企业一样,界线模糊,无法帮助员工成长。 举例来说,将新进员工调职到其他地区,有些人可能会抱怨, 但对于愿意接受挑战并努力发挥自己能力的人来说, 这可能反而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 第三则新闻 宝雅在2024年第二季财务报告显示出强劲的业绩表现。 上半年累计营收达到115亿,较去年同期增加10亿,年增率约9%。 本期净利达到12.9亿,高于去年同期的11.3亿元。 宝雅的获利能力超越同业,净利率持续维持在10%以上, 今年上半年更高达13%。 宝雅的成功关键在于迅速拓展电数,增强通路规模效益, 以及整合不同品类结构。 宝雅的电数从200间增加到380间,并计划在年底突破400间。 这使得宝雅能增加总销量,提高溢价能力和获取厂商支持的能力。 此外,宝雅成功整合了美妆保养,生活日用品,文具玩具和内衣袜等不同品类, 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,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 宝雅还在不断进化,开展新电型,并推出自创品牌来提升业绩。 第四则新闻。 英特尔计划在本周裁员数签名员工来节省成本,来应对市占流失和收益下滑的挑战。 2024年以来,英特尔的股价已经下跌近40%。 裁员是英特尔早在2022年10月宣布的成本节约计划的一部分, 计划目标是到2023年削减30亿美元的年度成本, 并在2025年时限每年节省80到100亿美元的目标。 英特尔正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, 包括超微在内的其他公司在半导体市场中取得更高的实战。 英特尔将于周四公布第二季财报。 分析师预计,英特尔的收入将与去年同期持平, 但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部门的收入将下降23%。 英特尔CEO基辛吉正在推动一项复苏计划, 目的是提升制造能力, 投资于先进的晶片技术及扩展新市场。 投资者对拜登政府在晶片制造方面的政策表示乐观, 认为这将有助于提升英特尔的前景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 职场大小疑问,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 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